在裡面安排的好處就是 不會因為天氣而受到影響 我記得我們去年很冷又下雨 有些年紀大的參加者 他們在外面的天氣 他們就不太受得 會不會有些學生覺得 特地保護嘉賓 不是 其實我們沒有這樣的想法 二十多個中大學生 在會場外舉起橫額和標語 向曾蔭權抗議 曾蔭權進入會場的時候 並沒有接收請願信 引起學生不滿 示威學生要求港府 增加資助學位和學習資源配套 又指港府要求成立信貸資料庫 是嚴重侵犯學生私隱 WOW TV 紅交流報導